可不可以请孙大川主委 请孙主委 孔元早 主委早 听说你最近是刚从荷兰回来是吧 对对对 你到荷兰是做什么 我们55个乡镇市长去做考察 主要是跟堤防这种硬体建设有关 没有荷兰那边跟原住民比较有关的产业是什么 他们的花卉啊 还有他们的精致农业啊 花卉跟精致农业 对对对 还有文化产业吗 当然文化产业也是 还有他们在造林这些部分 还有很多硬体工程方面 那当然我们去还有一个更主要的理由是 荷兰人在台湾17世纪就来 所以那边留下来非常非常多 跟我们同胞有关的资料 然后我们也去看了荷兰的国家档案馆 去看那些手稿 大家在那个地方去 那个我们原住民的乡镇长会对那个有兴趣吗 非常有兴趣啊 有的人甚至含泪 含泪啊 对啊 很感动啊 是看到什么 看到那个17世纪首会的台湾的图 标定原住民的部落 很清楚 看了这种 对那种失落历史的这种 那你没想到说把那些文物拿到借展 拿到台湾来展了 现在荷兰档案馆的 关于台湾的资料 其实都都在整理了 也都翻成英文 也都在出版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长期以来 我一直很关心这个部分 所以一直都知道 在这个部分有很大的法 莱登大学 有很大的一群团队在处理这些事 说实在 说实在 我说你们这次安排到荷兰 我是蛮惊讶的 报员 你这个可以问我们乡镇市长啊 他们都非常感受很深啊 看一个荷兰比我们大一点点的国家 他们很多的很多的措施 对种花种树的重要 还有对很多工程的这种 不过我是觉得 现在我们那个自治法的议题啊 炒得如火如荼 你应该去考察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区 或者是加拿大的什么国家公园的 这个怎么样保护的 这个比较 那你可能是文人 你会比较希望到什么博物馆 或者是 报告委员 这个也不是因为我是文人啦 主要是 其实加拿大 纽西兰 澳洲 这些 在过去 有很多的考察了啦 那 我是觉得 看荷兰这样一个跟我们大小差不多 然后又有 十七 世纪又跟我们那么深的历史渊源的地方 我觉得有 有必要 主委 我是建议 因为这个 这笔一算是两年半一次 是是 两年半一次 我是希望你们明年度啊 是 能够编一个带我们原住民的行政人员 特别是我们北高原民会的主委 或者是县市原民局的局长 是 就是你一年可以带乡镇长出国嘛 一年可以带原住民的这些行政 去去学习这个交流这个原住民行政 因为两年半一次带乡镇长出去 是我们都支持的 本来是一年一次嘛 后来变两年一次 那你们现在可以说一年 带乡镇长 一年带这个北高原民会主委 跟县市原民局长 反而他们是应该要学习更多的 这个行政怎么样如何推展 原住民的行政这样 对不对 对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因为这个跟都跟预算有关 其实我们也都很希望 更多的同胞 那我也希望你们全国原住民族行政会议 这一次能够邀请我们县市议员参加 不要只有邀请乡镇长 乡镇长去年办过了嘛 建国百年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都要办的 对每年办 但是呢乡镇长参加了之后呢 县市议员也要也要参加了 是是 好不好 这个让让那个大家知道说 我们现在中央原住民族的政策是什么 是 好啦我在这里 特别是要跟主委 分享几个观念 因为我们现在原住民的农业 已经面临到瓶颈 有一个是农路的问题 等一下我会谈 第二个是造林补助的问题 第三个是我们农产业 怎么样把它专业化 精致化 还有产业转型的问题 市场行销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原住民的农业 不是只有在台湾发展 那应该也要销到国外 到大陆嘛 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啊 是不是可以筹办一个 全国原住民的农业论坛 把这几个问题啊 造林的补助 这个什么农路的问题 市场包装行销 产业转型的 要把它一一解决 否则的话 只是办一个活动的方式 规划一个什么 你说文化创业市场 那个比较没有长眼的这种 宏观的这种看法 所以我是建议你啊 有有 这个召开全国原住民农业论坛 请总统来主持嘛 类似像全国原住民行政会议这样 因为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一个问题了 事实上呢 主委我看看过你的报告 我看到你努力的一些成果有出来 特别是我要在这边要肯定我们 言明会啊 在办理国际化的啊 这个世界民族音乐节啊 还有一些在部落的千春啊 特别是像你刚才讲的 复兴乡的高刚哈凯 包括仁爱乡的发祥村的千春 十几年都没有把它解决的问题 现在都已经啊 千春完毕 这个是我要对言明会肯定的 但是我非常非常担忧的是什么 你这个四年五百亿的 所谓的原住民族基础建设方案 到今年度嘛 已经执行结束了 那明年度呢 明年度有没有相关的计划 我们现在原住民乡镇 最担心的是什么 农路怎么办 农路的经费谁要负责 到现在为止 每个村长代表乡镇长 都来找我们立委 我们的农路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们现在没有编这个经费 也没看到你这个未来的这个展望呢 有编任何一个类似的 原乡动脉发展计划 未来工作重点都没有 难道你们农路不做了吗 包远那个 我想你在上一个会期 你有问过吴院长了 对 这个部分 目前我们当然会把它放到我们的 就是预算里边来处理 那吴院长也答应 就是说实际有这个需要 我们当然可以抱怨 然后有一些工作 当然农路应该是农委会处理 我们也会加强跟他们的联系 那也把这样的那个需求啊 能够让他们去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做这个 有没有签报这个需求 先给经验会再报行政宴 就是针对我们农路的这个部分 这个农路的部分是还是需要来 来那个从乡公所报上 那你们明年度就没有 明年度就没经费了吗 那个不足就一定要 明年度的经费怎么办 目前的规划是 把它放在我们联络道路的 那个预算里边 如果不足就是我刚才跟 那个委员所报告的 就是要 要跟 我觉得更积极一点 你们应该要先跟农委会 水宝局这边来协商一下 将来的农路 我们就交给农委会来执行 但是你们还是要提报一个 类似盐香动脉发展计划的经费 报经经会 然后报行政宴 这个是因为上一次 吴敦毅他答应的事情 那所以我在想说 你们是不是有相关的计划了 已经承报上去 这个是我比较担心 我没看到什么未来农路的部分 这个我会更积极一点 你刚才提的那个方式 我觉得是我们比较可以做的 那个另外 这个我想这个再请教一下 我们原住民文化实业基金会 那个董事长 洪董事长 孙主委 那个我再请教一下 你们现在跟那个洪董事长这边 听说这个他们董监事的小组 是在今年八月就结束了 是吧 对 然后现在因为那个 领选的方式改变了嘛 领选方式改变 要由行政院来去领选 所以他的位阶是提高 那我们已经请行政院赶快作业 该有的这个幕僚工作 我们也在做积极的准备 好 我们现在领选民电视台 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将来领选民文化实业基金会 他的时程是怎么样 可以说明一下 孔文 谢谢 基本上过去在虚拟的时候 我们的委员在这个地方 也要求我们就是颜民会去三月 那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也达成这个名 就是今年的三月 要领选民谈闹入颜民会 所以那 我记得是在 有一个共识是什么 就是今年的七月 就领选民台 纳入颜文会的组织里面 这个我曾经讲过 领选民台跟颜文会的关系 应该是说 他应该要脱离公式基金会 就是说他的整个精神 他的劫策 人事 预算 摆在颜文会 但是他的躯壳 是可以在公共电视台 所以我是说 你们这个已经讲了几年了 我是希望你们在今年七月 这个时程 把这个事情完成 报道员 那个方向也是往这个方向 的确 那个将来人事 因为你知道你说 这个其实他已经停摆四年 整个公式的情况 那个里边 因为董事会 公式的董事会也组成不起来 所以 那个原本 因为公股市股条例 让颜民台在那个地方的一些 原来的这些效果都还在 所以那当然 我们就按照 委员所提示的 我们一直在 对 那个 最近 最近的问题是在 颜民台内部的 薪资的结构 这个薪资的 这个公平性的问题 这个他的劳力 跟他的薪资不成比例 所以很多人都离止 所以我是希望 针对我们颜民台的记者的福利 他的待遇 希望我们主委这边 你多关心一下 我们会去关心 好不好 谢谢 所以我是蛮赞成主委的 您刚才讲一句 讲一句说 这个希望我们 颜民会内部的同仁 不要老是跟自然吃饭 要多找几个立委 像刚才廖国顿委员 他讲说 他没有 没看到这个才子 只请过他一次 我觉得你们会里面 表现最好的 常常跟我们这些沟通的 有几位处长 那有的处长根本是 到立法院才看到的 对 我觉得我们要沟通业务 沟通业务 第一个 先找我们颜住民的立委 我们颜住民立委 一定是 这个事情 你看我 其实我们常常要各位 有的说不是那么容易 要凑在一起 也不是说很难 主委你才是讲说 我们都会努力 你到部落很怕过夜 但是我想你不用怕 因为你的酒量本来就很好 那个一方面是 有一点玩笑 其实那个是误传 其实我当然知道总统的意思 是要政务官能够非常深入庶民的生活 我当然知道 只是说这个要写报告要怎么写 因为我们三一个礼拜 大概有两三天都在跑 然后就 所以后来 你可以多找一下那个蔡处长 去帮你挡酒 蔡处长 她酒量不错 还有阿浪处长也不错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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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